根据关税局所颁发出的那个 relief order 的话 任何物品带进来马来西亚 如果你是用空运进来的话 如果那样物品不超过500块的话 你是不需要交交消费税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在这个 GST 到底是谁给? buyer 给?还是外国的 seller 给?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通常都是会有那个 卖家他们来支付 就代表其实你付的那个价钱 其实是已经有可能包括消费税在里面 这个海运进来的话就是会被征收消费税了 因为在他的 relief order 里面 他只写到 Air Korea 就是空运 海运还没有写到 没有写到就是代表他会被征收消费税 很快有公司嘛 他们会交付完所有的这些税务 过后出来送到你家门口 所以如果那些快乐公司啊 他们有付还的任何费用啊 其实他们都是从这个卖家这边 在收取回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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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